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发现 尤其是早年从XP时代 Vista Win7 Win10 一路用过来的朋友 总感觉使用Win11系统 各种交互总会慢半拍 就是很缺乏一种流畅的感觉 打开任务管理器的进程菜单 哦 其实叫详细信息 不让哪个天才宝宝想出来的名字 明明这里才是真正的进程 我们随便选一个进程 然后点中指 这里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这里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个对话框卡了一下 如果你感觉到不明显 那么我们同频对比Win10 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从数据上看 似乎也没慢很多 但是如果高频交互UI 都要卡上那么几百毫秒 一定会让人感觉到 这个系统非常的不流畅 网上有很多优化Win11的教程 会教大家 在设置里关闭系统动画之后 就会流畅很多 我试一下 确实流畅很多 但作为程序员 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虽然关闭动画后就没那么卡了 弹窗也是秒出 但我这里同样有个疑问 我们对比一下任务管理器两个弹窗 左边是打开动画 右边是关闭动画 你们觉得从逝者的角度 两边有什么区别吗 除了打开动画 导致卡那么几百毫秒 似乎两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开启动画 反成了白白忍受卡顿的大冤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Win11那种不流畅的感觉 本期视频 我们尝试寻找这个答案 除了视频开头提到的弹窗卡顿 我们发现桌面图标 鼠标点击右键 如果是传统菜单就是比新的菜单快 这个速度差甚至比任务管理器 结束进程弹窗还要明显 在请我背后的男人逆向之前 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新名词 XML 前面的视频 我有提到过MMC这套祖传的UI框架 虽然这套框架很古老 但不得不说 依然有很多Win3R程序 还在使用这套框架 未然已经很想换掉它了 之前搞出来个UWP 但是用它得把整个应用重写 导致UWP普及率很低 XML Extensive Application Markup Language 是UWP界面的图纸 为了让更多程序 用上UWP那样的现代的界面 微软在Windows时 1903版本引入了XML Airlines技术 旨在将UWP或WPF控制 植入到传统的Windows Forms 或者WPF应用程序中 它允许在老旧的桌面程序中 引入UWP控制 这些控制具有现代化外观和行为 XML设计的语言基于XML 它帮助开发者将用户界面 和业务逻辑代码分离 提高代码的清晰度 可维护性和复用性 因为XML设计的初衷 就是为了让你用最低的开发成本 把应用程序的UI做得漂亮一些 现代一些 但牺牲的就是性能 为了弥补这个性能损失 就是可以调用GPU去加速 而传统空间是不支持这一点 那么理论上 XML在高端电脑上应该更快才对 事实上确实读显向运行 会更快更顺畅 但有一个客观事实是 大多数Windows笔记本 且不说只有核显的轻薄本 就算性能比较强的游戏本 为了续航考虑 默认于系统UI的GPU渲染 都是交给核显来处理 那么笔记本用户 可能更加加深了 Win11不流畅感这个印象 那么XML相比传统空间 到底慢在哪里的呢 我们就拿两个经典场景来对比吧 CAS1任务管理器弹窗 被吃掉的动效 Win11的任务管理器 明显有用到XML编写的界面交互 那么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 开启系统动画和关闭动画的区别 前面我说了 开不开动画在弹窗交互展现上 似乎没啥区别 纯粹增加了卡顿 那么这里我就不得不请到 我背后的男人编量出场了 想要计算系统某功能的性能消耗 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系统是时刻刻代的执行各种代码 想要对比执行时间 就必须要找到计算时间的起跑线 编量通过逆向 定位到弹窗之前的代码 然后使用性能工具 记录弹窗之后执行的过程 所消耗的系统资源 这样的话 系统其他功能的性能干扰 就尽可能很小了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关闭动画之后 弹窗只用了4帧就渲染出来了 如果开启动画 会发现弹窗竟然渲染一大堆帧 大家可以看左右的两个对比 如果关闭动画就是左边 只用了4帧就渲染出来了 所以这让人感觉到非常流畅 而打开动画是右边 是经历了那么多帧的渲染 才出来弹窗 但是那么多帧的渲染 画面是啥动画都看不到 我是有些怀疑 这可能是一个逻辑bug 事实上这个弹窗 应该是有个动画效果 比如这边 或者这个缩放效果 反正它是渲染了那么多帧 就是啥也没有 直到最后一帧 画面才显示出来 这就很尴尬了 结果是开启的动画 啥都没看到 愣是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当然了 V11任务管理器 依然保留了 V10老式弹窗的代码 编量失了点魔法 我们可以看到 V10老式弹窗的效果 可以看到 V10的弹窗 虽然个头小一点 但是可以看到 有过度动画的 就是这个渐变效果 我感觉V11的弹窗 原本可能也设计了 这样的效果 但Lang是没出来 让人空等了几百毫秒 Case 2 桌面图标右键 冷启动之商 V11的右键菜单 可以通过注册表 直接开启老式菜单 那么对比起来 就更方便了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可以非常的明显 比较出来 老式菜单明显会比新菜单快 废话不多说 上家伙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表 左边是老式菜单 右边是XML 从时间范围上看 老式菜单就快非常多了 新菜单CPU消耗也更多 不仅是CPU GPU消耗也更多 通过性能分析工具可以看出 新菜单会消耗一大笔GPU时间 而老菜单GPU消耗就非常少了 这里可能有个疑问 GPU不应该更快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事实上老式菜单的时间开销 要远比新菜单少 如果你做过GPU相关的代码开发 你可能会有个概念 就是冷启动时间 因为Windows下调用GPU能力 需要多一大堆出手画操作 通俗的来说吧 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快 显然汽车没错吧 而你要把汽车开起来 显然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 比如你要上车 发动 开出停车场 甚至出停车场 还要缴费 而自行车你跨上去 直接就骑走了 而弹出菜单这个过程 换作汽车和自行车这个例子 就好比总共就50米的距离 自行车跨上去两三架就骑到了 而汽车此时可能还在停车场 准备缴费呢 短距离下 汽车的能行动时间 是远超过自行车的 同理 我们右键菜单也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Win11用起来 不是那么流畅的源头 就是以XML Island技术 带来的XML界面的普及 我相信技术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如果优化不到位 未来越来越多的程序用上之后 更华丽的见面 反而会带来更糟的体验 好了 在视频的末尾 我想告诉大家 一定要理解代价这一个词 一些新技术的出现 需要你看到它的多面性 带来的好处的同时 一定是有代价的 而这个代价最终是谁来承担的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有知情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聊Windows的 逆向的 记得关注我和编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